嗨 家人们 大家好 为什么今天改成家人了呢 因为大家在百忙之中已有空就来看我 不是家人 甚是家人 所以今天称呼改为家人们 昨天给大家讲的是塑造的液体肥 也叫水溶肥 今天给大家讲两种固体肥 大家看我眼前这个袋子里装得好康多 它是一种加流行的控制肥 不论是好康多还是傲氯 它含有的氮磷钾元素都是比较均衡的 肥效期有180天的 也有90天的 也有60天的 我用的是好康多的控制肥 肥效是180天 现在虽然已经立秋了 但是天气还是很热 如果你采用灌根的方式 用液态的灌根方式灌根的话 很容易造成肥害 那么我们为了保证兰花 营养充分 我们就给它试一点这样子的控制肥 或者是缓制肥 这种颗粒的缓制肥和控制肥 很安全 口径20公分的这种花泡里头 用上20粒就差不多了 如果碰上这种口径大的 就用上25到30粒 也不需要那么准确 差不多就行了 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 我记得之前好像出过一个 怎么样给这个兰花上固体肥的视频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来说说另外一种固体肥 大家看看我眼前这个盆里面的羊粉袋 这是我去年9月份的时候 从乡下搞来的 我当时用这样子的矿泉水瓶子 一粒一粒的把它装满了 然后又装了点水 就放到了我们家向阳的窗户台外边 从去年的9月份放到了今年的8月份 就基本上就一年了 现在看它已经腐熟了 我刚才把它剪开了之后 就倒到这个盆里边了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处理了 就是把它放在阳光强烈的地方进行曝晒 经过曝晒之后 羊粉袋里头的虫卵 就会进一步的杀面 在一个曝晒以后 去一下异味 毕竟家庭室内养兰花 如果用羊粉的话 味道太大了 受不了 我打算把这些处理好的羊粉袋 到9月份的时候 把它撒到花盆的表面来用 现在我们马上就把它放到窗户台外边 进行曝晒 我个人认为羊粉袋 还是整粒整粒的用起来比较方便 因为你弄碎了以后 一浇水 肥料一下就释放出来了 因为羊粉袋里头含有植物所吸的 各种营养成分 整棵使用的话 只有在浇水的时候 它才会放出肥效 这样就不会给兰花根造成肥害 我也是想通过试验 掌握羊粉蛋的使用方法 看能不能把兰花养得更好 如果既减变 营养又充分的话 我就不会再用好康多 或者是傲绿这些固体肥了 这样就可以既省钱 又养好兰花 何乐而不为呢 这么好的资源不用其不浪费了 看看我用羊粉养出来的虎尾兰 又厚又宽 颜色还分明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喜欢我视频的请给我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